嗨,听到我声音的亲人和朋友,你好吗? 我是三小姐小黎 今天这个话题啊,是我和我老公斗嘴斗出来的 怎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前两天不是过母亲节吗? 我们家孩子都在那儿给我准备礼物 那我老公就特敷烟 我就跟他说,哎,难道你都不准备礼物给我的吗? 结果他在那儿笑着说 你妈给你过,我给我妈过,这才是正经的呀 我为什么要给你过,你又不是我妈 我给气的,我说难道我不是你孩子的妈妈? 我生孩子那么辛苦,我还给你生了俩 结果人家笑着说 哎,你生孩子的时候一点都不辛苦好不好? 这个斗嘴归斗嘴 但说起来呢,我生孩子还真的没受过什么苦 一方面呢,是现代医学这么发达 另一方面呢,我自己身体又很好 再说呢,在美国生活吧 周围的人都不把生孩子当回事 所以我自己心理上也没压力 所以就像他说的,我还真没受过什么苦 不关于生孩子这件事呢 不管是在怀孕的时候,生的时候,还是生完以后 在美国和在国内,还是有蛮多的不一样的 最大的不同我感觉呢,其实是心理上的 或者说观念上的吧 在美国呢,生孩子是瓜熟地落 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 就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没有人把它当回事 一点都不紧张 就算你怀孕了,他们也是该干嘛干嘛 上班上到最后一天 平常做的运动更是一天都不辣 跑步的接着在跑 做瑜伽的天天在做 游泳的游泳,打网球的打网球 反正就是啥也不影响 你别不信 我给你讲一个就发生在我身边的 我亲眼目睹了的故事 就是在疫情开始前的那个秋天 我有个同事 他呢,原本就长得胖乎乎的 那年秋天呢,好像比皮肠更胖一点 大家也没觉得怎么样 结果呢,在一个周三的例会上 校长宣布了一个消息 说他在上一个周末生了一个孩子 大家都大吃一惊说 完全没有看出来呀 因为他还是我们一个集主任嘛 就每天还挺忙的 你会天天碰到他在楼道里 忙来忙去的 上一周我还因为学生的事情 跟他聊了两句呢 因为他自己就像一个没事人一样的嘛 所以我们大家都没有意识到他怀孕了 后来呢 我想的他恐怕这个学期又来不了了吧 你想生孩子嘛 结果没过多久 我就看见他又回来了 还是那么乐呵呵的忙出忙进的 你是不是觉得特别的不可思议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我是可以理解的 嗯,真的 因为老美在这个生孩子这件事情上面 真的是特别的自然 不像在国内有很多的忌讳 比如说你不能做激烈的运动啊 不能手提重物啊 你要保胎 要吃很多的营养品 他们根本没有这些说法 而且他们反倒是鼓励你要多运动 控制饮食 为什么呢 因为多运动 母亲才能够生强体健呀 这样孩子才会健康嘛 少吃补品呢 也是为了让孩子不要在胎里长得那么大 一方面是为了避免 因为营养过剩带来的各种问题 另一方面当然也是为了你生的时候方便呀 孩子越大 生的时候越难好不好 反正我就记得我怀上我们老大的时候 我那时候喜欢打网球 对 我们经常去打网球 因为大夫说没有关系嘛 后来肚子实在大了 而且到了冬天了 那我就每天每天都要出去走 我不记得多长了 反正我就绕着我们那个社区 要走好大的一圈的路 一个多小时吧 我们当时住的那个城市啊 冬天的雪特别大 我到现在还记得 我穿得爷爷实实的 然后呢 踩着那个雪 咯吱咯吱的 我每天都去走路 孩子呢 一天一天长大 肚子一天一天的隆起 季节呢 也在一点一点的变化 慢慢的春天来了 雪化了 先是银春花 然后是黄水仙啊 郁金香啊 一点一点的开 蒲公衣开满了整个山坡 接着就是 樱花呀 各种各样的花呀 一树一树的开 总之 就是因为每天要去走路 所以那一年 我对季节的变化的感触 就特别的明显 特别清楚 看到了很多 平常被忽略了的 细微的变化 我不知道国内 孕期的检查 是怎么安排的 在美国呢 你首先是去 你的家庭医生那儿 确定你怀孕了 然后呢 他会给你推荐一个 妇科大夫 第一次去见妇科大夫 其实都见不到大夫 就是跟护士 碰个面 做一个常规的检查 见个病例 然后他会告诉你说 你两个月以后 也就是说八周以后 再来见大夫 我记得八周以后 是第一次见大夫 然后是一个月见一次 然后是两周见一次 到最后是一周一见 这些常规检查里面 会包括做B超 在美国呢 你是可以提前知道 孩子的性别的 取决于你 你要想知道 大夫就告诉你 你要想保持一个惊喜 那大夫就可以不用告诉你 但是没有疫情的规定 说不可以告诉你 在这一点上 美国人是很公平的 没有性别歧视 反正我们都是生之前 就已经知道 孩子的性别的 当然我说的这个是 按照我个人的经验来说的 因为我身体一直很好 我和我们家老大的时候 没有任何反应 什么恶心啊 呕吐啊 水肿啊 高血糖啊 就什么都没有 我就连爱吃的东西 偏好的口味都没有 人家说什么酸儿腊女 我都没有这个反应 到了怀我们家老二的时候 我才有一度特别想吃 那个 叫什么来着 麻 不对 夫妻废片 对 我记得我住的那个地方 当时还没有这个川菜 我一个朋友 在别的城市 专门开车来接我 去他们那吃了这个 夫妻废片 其实也就吃了那一顿 就好了 就不馋了 说起来呢 我是我们这一帮朋友里面 第一个生孩子的 但是被他们后来笑话说 没有任何参考价值 因为确实是 什么反应都没有 所以我刚才这儿说的 这个孕期的 检查 也是拿我个人的经验 来说的 那如果有些人 他反应特别大 期间可能还有一些 其他的病症的话 那他的孕期的检查 应该是和我不太一样的 其实呀 老美在生孩子 这件事情上面 怀孕期间倒也罢了 从生开始 你才会真正感觉到 那种巨大的文化 和观念上的差别 首先是入院的时间 他不像在国内说 你可以提前一个星期 或者至少提前两三天 在预产期左右 这个时间 然后去住到医院里 后产 这边是不会的 他得等到你 宫口开到六指 才可以住院 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们老大的预产期 当天我就有一个 检查的那个预约 我们当时以为 我那天就要住院了 气的时候就大包小包子 什么东西都带上了 结果我的大夫一检查说 你这还早着呢 回去等着吧 就把我们打发回家了 不过也确实 我回到家里之后 又过了两天 才开始症痛 我记得肚子是早上开始疼的 肚子开始疼之后 我们就又大包小包子 去了医院 我们当时想着说 这回总该能住下了吧 结果去了之后 大夫一检查说 你这宫口才开了四指 早着呢 回去吧 回去多走路啊 然后又把我们打发回家了 到了晚上 我肚子实在是疼得 不行不行的了 然后呢 我老公鸡又带着我去了医院 我记得当时 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 大夫检查了一下说 宫口快开到六指了 你住下吧 我那天晚上就住下了 但是肚子疼了呀 根本睡不着 大夫也不给吃药 他说这是正常的呀 你出去多走路吧 多走走就会缓解一点 我老公就陪着 我在楼道里走来走去 到第二天早上 我实在是疼得不行了 大夫检查了一下说 那给你打麻药吧 然后呢 就来了两个年轻的麻醉师 麻药是从脊椎上打进去的 是半麻 整个人是很清醒的 上半生也是可以活动的 所以整个生孩子的过程 除了感觉不到疼之外 我自己倒是看得一清二楚 这个麻药呢 它有一个开关 可以自己调大小 当然他们是刚开始先调好了的 不过他说 你要是觉得实在是疼得很厉害 你可以自己再调大一点 我后来还真的自己就往大里调了一下 不过后来我才觉得不应该调的 因为麻药刚打进去的时候 肯定是要有一点时间 它才能够起作用的嘛 我自己当时心太急了 就觉得麻药打上了 怎么还这么疼呢 我就调大了一点 但后来 我是觉得哈 那个麻药的量有点大 生完孩子之后 我那个右腿 一整条腿都是动不了的 是全目的 失去了知觉一样的 其实要真正说疼呢 我生老大的时候倒还好 因为从那时候打上麻药 一直到最后生下来 是完全没感觉的 但生老二的时候呢 我们已经有了经验了嘛 就等到已经见红了 我们才去医院的 刚开始去的时候呢 当然宫口还没有完全开 大夫呢就说 也不着急打麻药 等宫口开到六指之后再打吧 可是呢 因为第二个孩子 他宫口开得快 等到我疼得受不了了 赶紧叫麻醉师来 但是在打麻药之前 你知道是要填很多的表的吗 各种各样的信息 我当时已经疼得不行了 我就给那个大夫说 我说我可不可以先打麻药 然后打好麻药之后 我再来给你填这些表 结果大夫说不行啊 我们要先填表 然后明确这个责任之后 才能打麻药 总之 生我们家老二的时候 等把麻药打好 宫口已经开到九指了 你知道吗 开到十指就可以生了 所以我那次真是疼的呀 我就抓着我老公的手 等生完孩子 我才发现 他的手被我抓清了好几个地方 不过在美国生孩子有一点好 它是会让你老公陪你进去的 我生两个孩子的时候 我老公都在旁边 他好像也帮不了什么大忙 我记得接生的时候 有一个大夫两个护士吧 但是只要他在跟前吧 心里就觉得踏实一些嘛 尤其像我们这样的 身边也只有他一个情人 说起来特别好笑 我们孩子生下来之后呢 那个接生的大夫就问我老公说 你要不要自己亲自来剪断孩子的记带呀 我老公就特怂 他不敢你知道吗 所以这两个孩子的记带都不是他自己剪的 被我笑话了好久 在生完孩子之后呢 中国和美国的思想观念上的巨大的差异 才会真正的显现出来 比如说在国内 生完孩子你首先得在医院住几天吧 你至少要住一个星期吧 我记得我姐那时候住了有十天半个月呢 可是在这边呢 顺缠只有48个小时 抛妇缠你只能在医院住72个小时 这个时间一到 你就得立马出院 他不会让你多住的 因为住院特别贵 一个晚上要花一千多美金 所以博写公司它是不会让你像在国内那样 住那么长时间的 然后呢就是吃饭 你知道哈 国内那个生完孩子吃的都是什么 高热量 高蛋白的 高营养的 什么肘子呀 乌鸡呀 鱼呀 各种各样的汤啊 还有好多忌讳嘛 什么不能吃的太咸 不能吃的太烫 不能吃的太冰 总之就是 把你当成一个特别易碎的瓷器 很宝贝的捧在手里 老美生完孩子之后 在家里吃什么 我是不知道的 可是你就单看医院里的孕妇餐吧 它其实就是特别普通的 汉堡啊 沙拉呀 汤啊 包括水果呀 就很普通很普通的这种病人餐吧 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 我就记得特别清楚 我生完我们老大 然后被推到病房里之后 我就问护士要了一杯水 结果你猜他给我拿来什么水 他给我拿来一大杯冰水 不是凉水是冰水 里面放了很多冰块的水 然后我告诉他说 我不能喝这个 你能不能给我拿一杯热水 他就特别惊讶 他说 哎呀 叔儿 你确定 你要热水 我就在笑着说 对 我确定 我要喝热水 我不要喝冰水 然后那个护士呢 就去给我拿了一杯热水 瞪大了眼睛 给我说 That is really really hot 意思是说 这可是很烫很烫的呀 他可能也觉得特别奇怪 再三给我确认 哎呀 叔儿 连续问了三遍 你知道吗 我说我知道 我确定 我要喝热水 我不要喝冰水 其实现在想起来 你说如果我当时 喝了冰水会怎么样呢 老美是没有坐月子 这一说的 人家不但不坐月子 而且咱们月子里的 所有的忌讳 他们都没有 怎么说呢 你看我生了两个孩子 我生完老大之后呢 是按照咱们中国的传统 是坐了月子的 我们家老大是八月份生的 你想想那什么天气 热成什么样 我住的那个小房子 所有的窗户 所有的门 还都是用窗帘给捂着的 那个房间还是西罩 整个房子真的是 像蒸桑拿一样 又热又闷 既不敢开电扇 还不敢开窗户 天哪 我简直现在不能回想 那一个月真的是 折磨死人了 最最痛苦的是 他们不让我洗澡 说有很多的忌讳 总之他不让我去洗澡 我没办法 我忍了一个星期 我实在忍不下去了 我坚持要洗澡 最后是他们扭不过我 才让我去洗澡 但是我生老二的时候 我就是跟着这种美国的传统走的 当天晚上我就洗了澡 然后我每天都会洗澡 洗完澡反倒觉得特别舒服 反正到现在也没有什么护医症 所以我想 也许当初喝了冰水 也不见得会怎么一样 你说呢 不过呢 在美国的华人 还是基本上都比较小心 除了在月子里 要带着孩子去 打疫苗啊 做体检啊之类的 除了这些之外 基本上还是不太出门的 但老美真的没有这个讲究 他们只要是自己能动了 就会带着孩子在外面逛 我记得有一次 去逛商场的时候 看到有一个老美 就带着一个婴儿 那小孩就特别小 抱在她怀里 简直就是像抱着一个 玩具娃娃一样 我就忍不住啊 特好奇 就跑过去问她说 哎 我说孩子多大了 好可爱呀 那妈妈也笑着给我说 七天了 七天啊 孩子才七天 妈妈就带着孩子 去逛商场啊 而且那是夏天啊 商场里的那个空调 吹得哗哗的 这要放在国内 当妈的还不得给人骂死啊 不 不对 不是当妈的被骂死 而是这种情况在国内 根本就不可能发生 好不好 老美呀 不光不坐月子 他们的产假还特别短 虽然说呢 不同的单位 他们产假的时间 可能不太一样 但顶多也就是 四十五天左右吧 我记得我们以前 有一个邻居 他们家的老大 才三个星期 就开始上托儿所 对 他们家老大就 基本上是从托儿所 长大的 所以你看 他的产假才能有多久 要说这个吧 还是国内好 比如说同样是当老师的 在国内 你要生个孩子 如果你的时间 计算得比较好 等你休完产假 再加上寒假 暑假 等你再去上班的时候 孩子差不多都快一岁了 而且在国内 男人也会放产假 多好 这在美国是绝对不可能的 你除非自己请假 不过我觉得 老妹有一点是特别好的 是什么呢 就是产后的恢复 你生了孩子之后呢 大夫就会建议你 尽量的能动就动 能做运动就做运动 当然是适量的了 然后按照你的身体状况 加强锻炼 所以你看 老美他们生了孩子之后 恢复都特别快 比如说有一些很有名的隐心 朱利亚罗伯茨 梅根福克斯等等吧 反正他们都是 在生了孩子之后 很快两三个月 就恢复到了那个 产前的那个状态 那种身材吧 我记得有看到新闻说 他们这个产后的恢复 有人在那感慨说 这其中的艰苦和付出的汗水 只有他们心里知道 当然了 他们做产后恢复 肯定是要流汗的 这是肯定的 但也没有像报道里面说的 多么的艰辛 或者为了事业 为了名誉 不得已痛下决心 去去恢复身材 不是这样的 他们只是一个 很正常的产后恢复的 一个状态吧 或者是一种习惯 因为他们的观念 就是这样的呀 不光他们是这样的啦 一般的美国女人 都会是这样的 总的来说呢 就是老美把生孩子 真的不太那么当一回事 不会把她觉得这是一个 像中国人说的是 生孩子是要过一道鬼门关 所以他们心理上是很轻松的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啊 反正我自己生了两孩子 都没有过所谓的产后抑郁症 身体恢复的也还行 当然我也不是说 咱们国家坐月子不好 嗯 在那种古代吧 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不高 医疗技术也不发达 在那种时候 能够坐月子 能够好好地照顾母亲和孩子 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可是在现在这种 医学这么先进的情况下 是不是也应该与时俱进呢 那我今天分享了 我自己在美国生孩子的 一些经历和相关情况 哎 你有什么看法呢 把你的观点写在评论区 我们来讨论一下呗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呢 就记得订阅 点赞 评论 留言 还有 把节目右下角的 那个星星点亮 不管怎么样吧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 美国生活的细节呢 记得加我的微信群 P1三小姐 加数字5678 三小姐5678 行 那就先这样 我们今天的节目 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